在广东普宁摩天石下有一村子 座罗一山面黄山的包围中 在没有通公路之前 基本上已经是从地图上存名和不被外人提起 成为了一个名不其事的世卫桃园 但是谁会想到这里却常年隐居了一对现世版的神仙群里 他们在山里面生机卷出也离外邻的打扰 并且依托有力的天然地理条件在山里面承报了近百亩的柴园 今天就走进这个世卫桃园 带大家来这里看一看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茶游记 这是带大家来到广东普宁 这里是松树芽村 其实这个松树芽村 我来这里不知道已经是来过多少次了 松树芽村不仅风景修理 这个村子位于高山之上 在高山产年雾气浓厚 所以产出的茶叶也是非常好喝的 现在就跟随我的镜头 大家来这个村子叫做松树芽村里面走走看看 这里都是土山羊 这里的羊群都是松树芽村 那对隐居的瀑布在山里面养的 来这里面隐居 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非常安逸 也很安静 可以说这里有离了四斤的打扰 来到这个村子啊 真的是让人感觉很舒适 因为整个山谷就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 然后可以自己一个人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 就好像是黄霸了大自然一样 所以说这样的环境就像是大自然的溃震 而那对隐居的夫妇就在我身后那里 不过我现在要走过去那个隐居夫妇 他们的屋子那里还是有点害怕的 因为怎么说 整个村子现在只剩下一对夫妇在这里生活 他这里也有养着好几条狗 就是不知道那些狗现在还对我凶不凶 会不会记得我 如果不记得我的话 我真的等一下要特别小心 为防安全 我现在要把这根自拍杆拿起来 这根自拍杆是可以拉伸长短的 有点害怕 因为我上次来这个村子 已经是给自己的狗吓到了 幸好幸好 我操心 现在要变成他 或是便宜 这里 我也是人家 还在找它 什么 我的蜜蜜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 我不是说你这起高就走得太高 我讲出来的时候就看我走得太高的生意 哇 今天用10万点嘛 我们又是个超高穿的 你会遇到 你要不要做转照这样的 其实我真的是非常喜欢来这个村子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这个村子是坐落一个深深里面 这里空气真的是非常好 可以说这里的空气含量 氧磷子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这里位于普宁摩天石附近 这个地方也是普宁的第二高峰的山脉 虽然说现在这个温度还是挺高 但是到这个村子 这里迎面吹过来的都是一些山峰 真的让人感觉非常的凉快的 平时的话也总是有很多人在问我 为什么总是喜欢往山里面跑 其实一些大景点 说真的很多人都会去拍摄 只有来到一些小景点 挖掘这里的一些人文故事 把这里的一些特场什么的 推荐给更多的人知道 在可以拍摄风景的同时 也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个农民收入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拍摄才是更有意义的 大家觉得呢 这里由于是常年在高山上 而且这里的雨水也是相当的充沛 早上的话 这里基本上也是会起雾的 如果运气好的话呢 还可以看见这里的云海 非常的壮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些人可以讲解 看来的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些人喜欢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